字幕志愿者 李永源 詞曲 李永源 詞曲 李永源 詞曲 李永源 蕭老師各位老師 大家午安 大家辛苦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 可能很快的稍微介紹一下 關於我們新年高中最近 然後再做的這兩個模組 那為什麼我們會選這一個議題呢? 其實它非常簡單 就是因為我們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題目應該算是蠻常被提出來講的 因為我們每次數學老師 最討厭學生做一件事情就是 老師我們出去買菜也不會用到數學 所以每次聽到這種話就覺得 好像你的生活就只有買菜 那太可惜了 所以後來我們就想說好啦 那我們就來選幾個那個 可能日常生活中會比較常用到的一些現象 然後就跟他們介紹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會挑選我們的主題的原因 我會特別提出來 因為其實數學上面有很多東西是很有美感的 當然是可能就是只有數學老師們 會覺得它很美這樣子 所以說剛好去年就是有一個藝術 那個美術館若晨然後它剛好就是用到一些數學的結構 我覺得非常棒 然後就可以拿出來給大家看說 其實你的生活上面無處不宅數學 然後其實很多中式藝術上面也是很多數學的結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引用這些東西 那如果你數學學得好快 可能就是 可以交配用的時候就比較多話題可以說這樣子 好 來 那我們的設計裡面其實就是像 早上曹老師說的一樣 我們就是很單純 我們真的做得很單純 因為我們其實都是素人老師 對 其實我們就是幾個好朋友 等一下老師們就會看到最後就會發現 因為我們是大概就是一群好朋友 我們學校 然後我們是十位 十個老師 那我們就是有兩個那個議題 所以我們就是五個是特別來說這個 然後另外五個的話也是特別來說另外一組的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我們每次討論大部分都是為大家一起討論這樣 好 那所以我們其實都跟大家一樣 我們真的都在做很平常的事情 超級的 那你等一下看我們的東西會覺得說 這個很熟悉 對 你這樣看很像自己的東西這樣子 那其實是我們把它稍微的排序一下 然後加一些那個比較大膽一點的元素 可能就是像今天早上那個教學組一樣 就是可能這樣子的 我們如果在做這些活動的時候 可能就是老師會來關心一下 怎麼這麼吵 就會有那種感覺 好 那所以其實我們只有做這兩種 就是我們稍微把我們的課程的內容 我們稍微再去做一些那個選擇性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我們去調整 去改稍微的加入一些我們不一樣的那個教法 主要就是 就像剛剛老師們他們說 就是如果說我們講素性的教學的話 其實大概還不用 對 但是就像老師說 大概二十幾分鐘同學就已經不行了 所以我們就是有穿插一下一下教學 然後一下子做活動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 我們大概那個合作式學習 不是只有讓他們去做討論 所以就是有在設計一些活動人生的那個方式 那我們活動方式的主要就是 給他們動手做或是玩一些作用的東西 然後或者說我們會讓他們帶手機 然後去跑來跑去 去用手機去做一些課程的那個選擇單這樣子 好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在設計這個課程 這兩個議題的時候 剛好就是108的那個時候出來的 所以我們就想說好 那我們就用108的那個課程 剛剛去做我們的結構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請老師參考一下 好 那主要就是我們的課程進行的方式 主要就是這樣子 好第一個 我們會先做前側 那我們這一個部分是針對 等一下 好 這一個主題的時候是針對那個會考C 那會考C的話可能 老師們可能就會知道說 前面可能他們還沒有交那個什麼 就是他們只有教等差 等差的數列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就先測一下 學生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會考C大家都知道 其實他們講實在話 如果老師們有接觸過會考C的同學 其實落差很大 有的是0 有字是三級這樣子 那所以說 我們那時候就發現這個現象 然後 我們去年做的時候 我記得是分了 好像是8個班還是10個班 那因為我們學校 老師如果是台中的 大概是我們學校有點大這樣子 那我們學校的新生就是三級的班 那所以我們 不過我們就是有發醫院書 會考C的來這樣 那時候是200 差不多200左右這樣子 對 醫院書然後願意來的 然後 後來我們就是稍微 等一下應該是10個班左右 忘記了 就是差不多10個左右 但是在10個班裡面 我們是 我們學校是用科來分 這樣子科 比如說英字科一起 然後冒科一起 官科一起這樣子 然後用科別來分 所以那個每個班級數 每個班級的裡面差異還好 但是科跟科的差異就有很大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才發現這件事情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有請國中部的老師 來幫我們寫書這一塊 這樣子 所以我們每一組 這兩組裡面都各 一個國中老師來幫我們 跟我們一起討論 好 然後這個本來是我們認為 很有信心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後來就是同學跟我們白眼 就是有點比較失敗這樣子 就是比較沒有 可能我們時間沒有把它規劃得很好 所以老師等一下我們會稍微講一下這個部分 然後沒有很好 對 所以就是可能就是後來我們就是 這個學期有打算說 再把這個部分再做一些修正 然後我們打算再試一次看看這樣子 當然接下來就是入場 就是我們這邊開始做我們的新鮮課程 然後不是一開始就給公示 然後大概就是講解完之後 然後讓他們稍微有一些活動之後 是比較熟悉教宅之後再給那個公示這樣子 就是螺旋性的一次又一次的去帶活動 然後最後去驗鬆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主要的八節課的那個分布情況 所以老師您就是回去的時候稍微 然後我們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說到這邊我稍微先停一下 我要特別說的是這個部分 就是我們有為了之後的課程 有幾個時段我們是要融入一個小遊戲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這個東西就叫做回教 這樣 那有一些同學都很會 那有些同學就是不知道他能做什麼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用我們零碎的時間 我們可能是考完試之後 然後還會有十幾分鐘這樣子 十分鐘左右 那我們就是會把他們的一些小遊戲的那個介紹 放在那些空白時間內這樣子 那這邊的鬼腳圖的話就是我們 老師鬼腳圖不知道 然後鬼腳圖就是後來我們就發現 其實我們沒有制止學生怎麼做 後來我們就發現 學生的那個操作模式有時候真的是 就是異於打人 他們後來就是用合作學習對不對 那一組四個人或五個人 然後有人就是我們期待說 每個人都很努力的去解題目 然後去套這個解答 後來我們才發現好像不是那麼一回事 有些同學他們就是非常厲害 有些同學就非常就是認真的在做解題這樣子 然後有一些同學就非常認真的在幫我們玩鬼腳這樣子 就是分工合作 好 沒有問題 我是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就是那個會考C7他們不是很認識 但是他們願意去做這個合作的那個方式 我覺得很不錯這樣子 那我們本來就後來我就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只要有活動就是大家就是會開始分工 就是可能不是我們預期的那一種說好像每個人都會做數學這樣 那後來我們就有想說沒有關係 只要他願意去跟同學同才去做那個活動的話 其實本身對他來講就是已經是跨了一個很大的一步了這樣子 可能是有些同學真的是那種會考C0的那一種 那他現在願意來這邊就很棒的 那這是我們對自己小小的讓步 那不過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我們就在後面再設計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這一個是教他們 教完他們之後 然後這個就讓他們自己再去做 然後這個就是設計一些鼓勵性的話 讓他們覺得還不錯的 好 那這第二個遊戲的話就是也是一樣 就是會用在待會那個分組合的時候 的一些那個解體技巧上面 那這個也更是 然後有些同學就是開始在那邊試著 試圖的是要破解我們的這一個遊戲的謎這樣子 有些後來這個組合的話就是 他們必須要每一個同學自己解出一題 然後再把答案跟題號去做對應這樣子 老師您就是可能大家今天那個再仔細看就好 因為今天大家接受到太多東西了 可能就是沒有辦法馬上就弄清楚 就是一個題目配一個答案 然後必須要把它連結起來 完成一張滿盒的題這樣子 好 那這個我們在玩這個遊戲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有人就很認真解題 解完題之後然後連不出圖形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那種我們數學上面的一種樂趣這樣子 不是說你解得很快的話你就一定會得到答案這樣子 好 那還是要有別的能力嘛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會 這個就是緊接著剛活動完之後 那我們就是開始叫他們一些國中高中 國中已經剛已經過了嘛 那現在就是國高中的銜接 那我們就會從比較簡單的超簡單 無比簡單的異語裡面就是慢慢去帶 然後這是他們用到的一些學習單 好 大概就這樣子 就是跟我們平常三個很像 其實說我們會故意去把那個數字 去把那個數字弄得稍微比較人性化一點 因為很多那個會考C的就是其實 他可能沒有他頭腦都很不錯 但是可能就是那個沒有耐心 他計算能力又不太好這樣子 就是從小就是沒有耐心去做計算 所以後來我們就是把一些那個數字 稍微把它美化一點 讓他的那個計算的那個算是流暢度 就讓比較好過一點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這邊 接下來就是我們有先做一些那種排數字 就是把數字就是用看的 用想就可以了 然後後來我們老師會覺得說 既然來這邊還是要學一些高中 高中後來我們有帶 把那個公式帶出來給他們看 就是我們平常上課那一種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個後面這一邊的話 就是二年級 那二年級我只要說一件 不是二年級 就是重古修班的 第二側的 好那我這邊基本上 大部分都是一致 不過就是說 因為他們是第二次上課了 重古修班 所以我們有一些比較簡單的 我們就把它去掉 就把它拉掉了 然後接下來就換一些 就是已經是比較正常的 好那我只有要讓大家看一樣 跟剛剛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那個佛吉克 藍色跟 現在是出藍色跟黃色 就適合那個國高中的學生 是藍色跟黃色這樣子 好那我們當時就 就是請我們其中有一位老師 因為他比較年輕一點 然後比較有顏折 然後我就請他那個去幫我把 那兩盒藍色跟黃色那兩盒的卡片 主張都把它挑選出來 有關於數量級數的題目 這樣子 數量級數跟地圍的 把他都 題目都把它跳出來這樣子 好那所以 當時我們就用這個 我們就用 我就拿卡片去影印這樣子 印成彩印 好我也覺得這個 這個例子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這個設計 還算成功 所以我們暑假的時候 這個還有繼續保留 這樣子 我們再做一些 課程 就是再精進一下 然後這個會在 暑假的時候再做一次 那其他的我覺得 就好像普通 有一個第七節課 這個東西的話是之前沒有 剛剛上一個先生的時候沒有 那後來的時候我們就決定要做 就是要在這個時候去做執行 有一節課 專門教他們怎麼折 折這個東西 這樣 因為我們等一下在後面的那個 題目裡面解題的部分要用到 這樣 那因為之前沒有教 直接直接就叫他們上去看 看那個網路上面的折 結果就很很亂這樣子 後來我們就發現不行 我們要自己測 就是自己在這邊 測試一次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我們就是有花一點時間 然後去那個 為了闖關這邊 要做活動來用 來先把道具做好 這樣子 這大概就是 像我們這樣執行下來 老師你這樣聽我們分析完之後 你就知道 有些時候是在第一次做完 那希望你們回饋不好 或者是說我們老師現場看到的表現不佳 那我們會在第二次的時候再去做修正 這樣子 當然我們的做法 那相信我們如果有第三次的話 一定也是 又有一些東西被我們抓掉 然後又不進來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這當然是比較特殊的 這大概講什麼東西呢 就是 我故意設計一個題目 就是在那個Google表端上面 設計一個題目 在數列這個單元 你給自己幾分 然後有人就是給自己幾分 那有人就覺得還可以 這樣 我就分兩種 中高低 分的跟高分的 好 在第二題 Google表單的第二題裡面 那0到4分的佔15% 然後8到10分佔27% 好 然後呢 緊接著同一個表單裡面的第14題 第14題 那我問喔 幾乎差不多類似的 你在這4天裡面啊 你給自己一個評分 欸沒想到大家都覺得 開始對自己比較滿意了 因為從第二題到第14題的中間 我問了大家很多其他的小問題 然後他們可能 我在猜測啦 他們可能問來問去覺得 欸自己好像有進步欸 然後就對自己的那個滿意度 就提升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啦 有可能是因為這個現象 不然不會在第二題到第14題 然後就欸 好像增加很多這樣 對自己的那個信心增加很多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還不錯 比較想要跟老師分享 就是其實我們是有才 我們其實我們是十位老師 然後我們學校那時候 對議題有興趣的就是兩個議題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講好了 就是其實我們討論是差不多 都討論啦 但是呢真正在操作的話 就是有五個老師 五個老師這樣子去做操作 然後大家就是 操作完之後 然後大家就是會合起來 然後稍微分享一下 執行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樣的不順暢這樣子 然後大家互相討論這樣子 我是收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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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也好 我是收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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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收集員 我繼續介紹 我們來這個影片 每個 Professor 我們要請енных 我們會不會使用 我們會從好